大家好,我是V台灣的Peter 然後我今天要帶來的是 體育生意相關時間軸的就是介紹 然後這個介紹其實源自於兩個禮拜前 我們V台灣小區的時候 跟一子還有加 還有那個Scott討論到的東西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討論的是說 因為那時候OX賽事還沒有結束 然後大家都還在那種多排的熱情裡面 然後其實大家都還會想說 就是我們體育改革的話 那我們公民社群能夠做到什麼呢 那我們後來討論的結果就是覺得 其實蠻複雜的 因為其實它被牽扯到很多不同的政府機關 以及不同的角色 包含像協會 協會的角色本來是民間的社團法人 然後我們其實很難用一個政府資訊公開法 或新政法規 來要求他們更加的公開透明 那當然這部分也會牽扯到運動政策 還有奧林匹克憲章 這些比較複雜的議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 如果你要加強政府對協會的外部監管的 正當性跟必要性也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難保不會變成是另外一種強制介入 然後也會對協會的發展造成影響 然後我們也有討論到一些比較制度的部分 就是單向協會 外國單向協會 他們其實有很多是不受政府補助 然後他們是協會自己要募集那個經費 就是用所謂的拉贊助的方式 那所以問題就回到這個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我們體育改革的話 那我們公民社群能夠做到什麼樣的事情呢 我們認為公民社群能做的事情 就是要求可能可以做到的事情要包含 要求體育協會相關權法跟規則 更需要更快公開透明 或者是可能從安博盒子的角度切入 那安博盒子的角度切入 其實當時我是想說 逼台灣是一個專門在處理數位法規的地方 然後安博盒子感覺是一根數位法規有關的問題 但問題是在於說 安博盒子設備本身是一個合法的概念 但是如果是科技走得很快 然後造成執法上的困難的話 那這個盜版的問題就是一個 搞一張問題了 那換句話說 這樣子的狀況就不會只是在體育參與上面 而是整個內容產業上的問題 那我們後來討論出來的結論就是 我們雖然不能夠直接的進行體育改革 或者是參與體育改革 但是我們公民社群可以去蒐集體育相關的問題或正義 以便推動改革或外網相關的資料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用Storyline來做一個時間軸 然後它的步驟就是三個步驟 就是我們幫忙蒐集相關的資訊 然後丟到寫作表單上面 然後等到相關的資訊彙整完之後 我們會有人負責把它丟到時間軸的後台表單上面 那目前規劃是由我跟Scott來負責這個部分 因為Storyline它的時間軸有一定的格式 那所以我們才是想通通在二階段的方式 就是有大家可以幫忙收集資訊 然後我們再來把這個資訊 搬到這個時間軸後台的表單上面 然後才不會讓大家就是要去熟悉 這個時間軸後台的表單 就花很多時間跟進入的門檻 然後等到搬到後台之後 時間軸就自動輸出完成 那我們目前的進度是我們已經有許多筆的資訊跟資料都已經潰入了 包含本季奧運的相關的一些爭議 然後還有就是之前體壇爆發的一些相關的新聞 都有進入到我們的那個協作表單上面 那我們今天的狀況就是要把我們回到時間軸上面 所以我們需要的人就是對TV相關的有興趣 可以幫忙找新聞的人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